晚安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旋风出现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之后 接着他到波兰跟总统杜达会面 两国领袖重申北约团结挺乌克兰挺到底的决心 拜登在波兰首都华沙发表了演说 表明绝不会让俄罗斯胜利 免得危及未来数十年的世界局势 而且在拜登演说前几个小时 普清也发表了国情咨文 形同是隔空校正 普清除了把战争的责任完全推给西方世界 也再次威胁动用核武 俄乌战争在这个星期五会满一周年 乌克兰担心俄军会在当天发动大规模突袭 已经要求乌克兰的学校停课进行远距教学 美国总统拜登周一结束访问基辅行程 搭上火车前往波兰与总统杜达会面 两国领袖会后也重申北约团结 支持乌克兰到底的决心 周二晚间拜登在波兰首都华沙发表演说 经常时舞台播放流行歌曲 台下数千民众挥舞着波兰以及乌克兰国旗 现场没有战争忧伤民众的气氛 倒是很像拜登的造势大会 拜登演说开宗民意绝不让俄罗斯获得胜利 拜登也将乌克兰战争看作是民主与独裁的对抗 他认为美欧国家现在的决定将影响未来数十年世界局势 拜登演说几个小时前俄罗斯总统普钦也向全国发表国情咨文 俄乌战争周五届满一周年 普钦在演说中表示战争会持续下去 不断将责任推给西方国家 却对战争的伤亡和损失只字未提 俄罗斯政府在各个公共场合播放普钦演说 军队也集合聆听总统谈话 普钦最后在演说中单方面宣布 暂停与美国限制核武发展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并威胁试射核弹 随着俄军官幕大量运送回俄罗斯 普钦的政治宣传效果正在递减 网路上出现批评声浪 认为普钦必谈战争挫败和伤亡 他的演说不值得听下去 乌克兰南部城市赫尔松周二遭轰炸 至少造成五人死亡 乌国政府发出警告 严防俄军在开战周年当天进行大规模攻击 政府要求学生暂时不要到校上课 进行远距教学 俄军的主力攻势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 在北部边境则采取零星炮击策略 目的是要牵制北方乌军 不让他们南下支援 北约各国已经加快增援武器的速度 英国提供乌军为期一个月的军事训练 查尔斯国王也在周一拜访基地 与乌克兰军人谈话 英国还提供乌军战斗机训练 首相苏纳克暗示 英国可能会提供北约等级的战斗机给乌克兰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